陈全榮在北海洗身中心服务 圣友们人人都夸他好 但想当年护理师并不是他的第一志愿 全榮从小就爱运动 尤其热爱跳街舞 打扮时髦 高中毕业成绩不太理想 对于未来的职业也是毫无头绪 然而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他 为了替妈妈审学费 决定申请慈祭所赞助的 护理文凭奖学金 我只是没有旁向感就对了 我进去的时候对护理没有什么感兴趣 一进到实验的时候 我觉得哇 其实很不错 因为它不只是讲究你的理解 你的知识 而且是你的你自己双手的技术 物理其实不是单单是科学 也是一种艺术 尽管觉得自己找到了适合的路 但他一开始却是常迟到 不注意移荣对病人缺乏耐心 我可以看到的态度 其实这种感兴趣的感兴趣是 他会改变自己的感兴趣 因为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 我真的说 因為其他年輕人 就像例如他 所以他改變他 同那種很不跟規矩的人 進來真的是要 正式地跟隨法律 那為什麼我要正式地跟隨法律 是因為其實我是在 處理著有生命的人 就是所以我要比較 坐緊一點 我比較正式一點 所以才不會有什麼差錯 他們才不會有事 大家新聞馬來西亞綜合報導